日本政府26号透露 已经对奥姆真理教剩下的6名死囚 全部执行了死刑 意味着有份参与90年代一系列杀林毒气 攻击事件的13人 全部已经遭处决 日本法务省26号签署命令 分别在东京 明古屋以及仙台三地 向剩余的6名奥姆真理教成员执行死刑 在这之前 日本当局已经在这个月6号 向包括教主麻原彰晃在内的7人执行死刑 根据终审判决书的资料显示 1994年6月 奥姆真理教在长野县松本市内 发动沙林毒气攻击 造成7人死亡 隔年3月 又在东京三条地铁线路下手杀害了13人 两起事件也造成6500人受伤 日本警方强行搜查真理教之后 一共起诉192人 最终裁定 包括教主麻原彰晃在内的13人有罪 判处死刑 直到这个月才处决了所有死囚 NTV7综合报道 终裁定